哈喽,大家好 贝拉读书笔记又和您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星巴克 除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标志性的杯子和其中的浓缩咖啡 星巴克在过去47年中 已从西雅图的一家咖啡豆店 迅速发展为一家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企业 如今,星巴克的销售额 占全球整个咖啡馆市场的57% 对了,您没有听错 是57% 在美国从咖啡馆卖出的咖啡中 有大约三分之二来自星巴克 在这蓬勃发展的背后 星巴克并不缺少坎坷的精力 一度,星巴克仅在美国就有14000多个营业点 拥有太多的商店导致个别商店的销售额减少 为了补偿这些销售额的流失 公司不得不提高了整体产品的价格 但是这一举措导致了大量的客户流失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不要急,让我们先回到1970年 一群大学的朋友,习格、鲍德温、鲍克 决定涉足咖啡业务 当时大名鼎鼎的Piece咖啡的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皮特是这三个人的偶像 皮特的定制咖啡和烘焙优质的咖啡豆 几乎在美国家喻户晓 于是,这三个朋友决定虚心求教 把这位行业标杆视为自己的创业导师 创始人喜哥说 皮特他了解咖啡行业 尤其是美食界 当时的他可以说是 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中最懂咖啡的人 因此,在皮特的帮助下 这三个朋友于1971年 在西雅图著名的派克市场 开了一家星巴克 这是一家咖啡豆店和烘焙店 皮特为年轻企业家提供了烘焙过的咖啡豆 并帮助他们建立与咖啡经纪人的联系 直到他们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烘焙店 并自己购买豆子 在最初的十年 三位创始人在西雅图又开设了五家分店 然而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星巴克咖啡店 当时的星巴克咖啡 并不受卖限制的咖啡饮料 而是负责销售咖啡豆 帮顾客研磨咖啡和卖一些烘焙点心 70年代的咖啡文化 咖啡并不存在于家庭之外 人们大多只会在家里跑咖啡喝 当时街上并没有咖啡厅 受制限制的咖啡饮料 人们基于浓缩咖啡的饮料 也没有太多需求 一直到1980年 也没人期望在星巴克咖啡店里喝咖啡 星巴克最初的重点 是将高质量的咖啡豆 带给习惯于速溶或灌装咖啡的消费者 直到一个对星巴克 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的到来 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星巴克公司招聘了第一位真正的市场营销专业总监 那个人就是霍华德·舒尔兹 他来到星巴克的第一天就问道 为什么星巴克不卖饮料 1979年 26岁的舒尔兹 跳槽到咖啡机制造商Hammerpress 并在三年后成为美国地区运营负责人 那时候的他 挣着近十万美元的年薪 夏天能四处度假 还有一位美丽的女友 用现在的话说 简直就是个人生赢家 当时的舒尔兹并不知道 他和星巴克的渊源才刚刚开始 1981年 他偶然发现 这个位于西雅图的星巴克只有四家门店 但是购买咖啡研磨机的数量 却超过了梅西百货 出于好奇心 他决定一探究竟 然而到访星巴克之后 他整个人仿佛着了魔一般 抓住他的不仅是好喝的咖啡 还有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 1983年 舒尔兹前往意大利 并带着一个决定返回美国 将咖啡豆商店转变为咖啡厅 星巴克于次年提供了第一杯拿铁咖啡 对于舒尔兹而言 浓缩咖啡是咖啡体验的灵魂和精神 咖啡店的意义 不仅在于教顾客如何懂优质的咖啡 而且在于教顾客如何享用咖啡 他希望这个试点让创始团队看到 星巴克能够衍生出新惊喜 而这一激进的改革手法并不符合当时的星巴克定位 创始团队认为 我们是咖啡烘焙商 我不想做餐饮企业 并且我们不能负担这个计划 我们负债太多 最终 舒尔兹并没有能通过这个试验品来说服星巴克 他决定离职 去创立自己的公司 开几家店 供应成杯咖啡和咖啡饮料 于是舒尔兹决定另起炉灶 开创了自己的咖啡店品牌 中文意为天天 然而就在天天咖啡馆开第三家风店的时候 1987年3月 经营不善的星巴克管理层 要把西雅图的店铺 烘焙工厂和名字都卖掉 舒尔兹觉得自己的机会到来了 他与投资者合作 以38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星巴克 当时他只有34岁 舒尔兹奉行积极扩张的战略 到1992年 该公司上市时 他已经拥有165家商店 到1996年 他在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内的 1000多个地点开业 增长是如此迅速 仅仅三年后 星巴克就已经拥有了2000家风店 舒尔兹于2000年 从首席执行官转变为执行董事长 逐渐淡出了星巴克主要的管理团队 当时 星巴克在十几个国家 经营着3500家商店 从2000年到2007年 星巴克咖啡厅的数量 又增加了三倍之多 从3500家增加到了15000多家 在此期间 该公司每年平均开设1500家商店 仅2007年就开设了2500家 销售额从20亿美元猛增至94亿美元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将其标志性的纸质杯子 作为厨房用杯 但是 在2007年 金融危机爆发了 星巴克也陷入了困境 那年 由于现金短缺的消费者 摆脱了购买现成咖啡的习惯 星巴克的销售额不再快速增长 反而停滞不前 股价暴跌了50% 在公司管理层无力回天的情况下 董事会决定请舒尔兹出身相助 星巴克请回了早已不是CEO的霍华德·舒尔兹 仅此一则新闻 就使星巴克的股价猛涨了9% 舒尔兹停止了星巴克不断开设 盟店的肆意增长策略 并专注于客户体验 他开始关闭一些咖啡馆 2008年关闭了超过600家门店 2009年又关闭了另外300家咖啡馆 并解雇了约6700名咖啡师 回来后一个月 舒尔兹下令星巴克关闭其在美国的所有营业地点 时间为一个下午 这样他就可以对超过13.5万名咖啡师进行再培训 以学习如何制作其特色咖啡 舒尔兹的目标是通过咖啡制作和商店体验来提醒顾客对品牌的喜爱 而不仅仅是喝咖啡 停止出售早餐三明治 目的是为了消除一切除了咖啡其他食物的味道 这使咖啡馆再次充满了新鲜的咖啡香气 舒尔兹甚至要求拆出一些操作繁琐的咖啡机 这使得服务速度更快 但消费者因此也看不到咖啡师制作每杯咖啡的浪漫气氛和戏剧性 舒尔兹的改造成功了 该公司的股票在2009年飙升到了104%以上 每一家商店的销售额也有所反弹 从那以后 星巴克的店面销售额一直很高 在舒尔兹改造咖啡馆的过程中 星巴克几乎没有开设任何新店 这一步伐在2012年再次加快 到2017年 星巴克当年在全球又开设了近3000个营业点 年底是在全球拥有2万个咖啡馆 过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 尤其在城市地区 过度密集的盟店使得每一家盟店的销售额大幅缩减 由于星巴克的地点太多 客户不必只忠诚于一个地点 即使星巴克的整体销售额在增长 其单独个别萌店的销售额不一定令人满意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 消费者的喜好正在改变 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观念 让大多数的消费者 避开选择高热量高糖封的饮料 而这恰好是星巴克的主打产品 标志性的星宾乐 平均每一杯含有57克糖 已经是每个人每天因科学摄入糖分的两倍以上了 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星巴克又再次启动变革 该公司宣布将于2019年关闭150家门店 对于像星巴克这样规模庞大的公司而言 这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数目 但是消费者已经意识到星巴克开始改变了 星巴克开始专注消费者的兴趣 迎合顾客的健康观念 将未来的增长集中在此 星巴克不再宣传那些高糖封的饮料 和带有浓郁鲜奶油的高热量产品 取而代之的是 该公司推出了水果茶 冷脆咖啡 等低卡音频 2014年 为了进一步提升星巴克的品牌价值 星巴克推出了自己的高端品牌 星巴克征选 第一家星巴克征选 在星巴克的发源地西雅图开业 面积为15000平方英尺 目前星巴克在西雅图 上海 米兰 纽约 东京和芝加哥 开设有征选烘焙工坊店 星巴克计划 在全球范围内 开设20至30个征选烘焙工坊店 这些庞大的 约2万平方英尺的商店 旨在成为旅游圣地 在这里 星巴克的咖啡师和调酒师 会尝试不同的酿造方法 并制作出新颖的创新饮料 这些已被证明很受欢迎 在最初的几周内 上海烘焙坊 平均每天赚取64000美元 是普通咖啡馆 一周利润的两倍 这些征选店都是体验店 不同于普通的星巴克门店 这些征选工坊 意在让消费者感受到更高端的咖啡制作和服务品质 如今 星巴克的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 这家公司经历过转型后的迷茫 金融风暴的摧残 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 星巴克公司把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品 发展成为了与众不同 持久的高附加值的品牌 当然 这家公司成功的背后 少不了这位伟大的CEO霍华德·舒尔兹 舒尔兹在自己的自传 《江星注入》中 回首星巴克濒临绝境的那些年 他这样写道 我们许多人都曾在生活中 遭遇这样的危急关头 你的梦想眼看就要破灭 你也许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你对此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 重要的是 记住你的价值观 勇敢去面对 但也必须要有公平之心 不要屈服 如果你周围的人也有同样的正直感 你就一定能赢 好了 今天星巴克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贝拉读书笔记 感谢您的陪伴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拜拜 感谢观看